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梯 身为史上第一个中东主办国的卡达 近期却招来各种批评 包括政府对移工的剥削 以及对LGBTQ族群的压迫 卡达高度依赖外国移工 不过相关的保证人制度却长期为人诟病 在这个制度规定下 移工的行动几乎都被雇主完全掌握 如果要出入境或是换工作 都需要先经过雇主同意 间接导致了强迫劳动或是工时过长的问题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 许多来自南亚国家的年轻移工 参与世足赛的工程时 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下超时工作 引发健康问题甚至丧命 而官方却毫无作为 此外卡达政府对LGBTQ族群的迫害 也同样招致各界大量批评 对于这些卡达政府侵犯人权的疑虑 许多国家代表队和运动员也加入声援 呼吁卡达改善移工和LGBTQ族群的待遇 虽然卡达已经针对这些问题寄出相关的改善措施 劳工体系也有显著的进步 不过虐待工人和基建薪资的情形还是普遍存在 国际组总前主席布拉特近期就坦言 将世界杯交给卡达主办是个错误且糟糕的选择 尽管卡达政府努力想要改善外界看法 但是种种侵害人权的记录 都为这次的市族赛蒙上一层阴影 华语新闻华语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